我的目标不一定非得是背景一乡 在大城市里才能实现 回到家乡跟家人一起 一样可以实现 却促进这赶紧结婚 为助儿子一臂真利 网友德决定将赔偿款则10万 拿出35万人进这买房 剩下5万块就给进来他们 这样一来幸福的大鹏没了 幸福只能另寻冲路 然而进前人员的荡来 打破了万家装男安女 原来是幸福之前祭出的举报信 让万上堂被带走调查 幸福正义举斗引起全村正路 大家翻翻来万家扔鸡蛋 最终幸福两伙子不肯压力 只能进城打工 在城市烧火中 幸福和王庆来冲突不断 最终婚姻亮起红灯 为实现梦想 幸福选择继续留在城里 还一常养错进入关涛律师所 关涛了解幸福后 非常欣赏幸福的勇敢 才向幸福发起追求 最终幸福二驾关涛 和关涛回万家装崇拜民宿 带活了万家装旅游产业 成为万家装新的带头人 网友德看着幸福这么能备 后悔当初叫做王庆来离婚 可惜一切都晚了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留言